兔妹妹,千万别跳,危险 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 管得也太宽了吧 再说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你听我把话说完 这里是不能跳生存 每跳又一次,毒水就会上升一格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儿才行 气,你说话都不经过大脑的吗? 我跳了这么多下也没见有什么毒水 那是因为毒水是从肌炎开始上升的 行了,行了 你要是没睡醒就回家补个觉吧 我要去练习三段跳了 臭兔子,快停住 我还这么年轻 我可不想陪你葬身在这里 你是怕我学会三段跳以后 抢了你的风头吧 就你心里那点小算盘 我还能不知道吗 我晕,不听小迷言吃灰在眼前 我还是先垫高一点吧 以防无伤到我 且,今天谁都别想阻止我学习 要是真的有毒水我就,就 不是吧,真的有毒水 这回信了吧 这边都是毒水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到升级元件离开这儿 可是这里毒水这么多 而且只要跳跃,毒水就会上升 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放心,有我在没意外 让我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哎,有了 我们可以骑上坐骑试试啊 哇塞,骑上坐骑 再跳的话,毒水就不会上升了 嘿嘿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骑上坐骑去找空岛了 哈哈哈 不是吧,去空岛不仅要通过这毒水 而且还要找 算了,算了 我还是放张床睡在这里摆落嘛 你这臭兔子怎么又知难而退 一会儿你就等着被毒水给淹没吧 我先逃命咯 哈哈哈 糟糕,一不小心掉进毒水里了 不是吧,这毒水怎么还有禁锢效果 完了完了,这下可如何是好 哎,有了 我可以用手里面的方块垫着上去啊 这就叫做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可算是上来了 小命差点就交在这里了 哈哈哈 哎呀妈呀 终于找到空岛了 嘿嘿 抽兔子让你在那儿睡大觉 看我先请你洗一个毒水澡 我跳,我使劲地跳 走 妈呀,毒水怎么突然上升了 嗯 肯定是抽养你搞的鬼 哈哈哈 兔妹妹 你就在下面好好地泡着吧 我要先去练兴了哦 拜拜了您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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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